我是叶松 叶 叶总 你是怎么办事的 我推荐过来的人 怎么一个都没录用 叶总 昨天不是已经给您发过信息了吗 已经全部录用了 今中两位不想待在程序部门 我还专门给他们调到了自己想去的部门 你现在在哪 立刻马上来公司把这件事解决好 我倒要看看 今天谁敢把他们踢出去 怎么样 魏总怎么说 你是人事部主任是吧 没错 去把你们副总叫来见我 你当你谁呀 一会叫魏总一会叫刘总的 你当公司是你开的想叫谁叫谁 我这个主任干得真憋屈 行 那我让魏家印去叫 魏总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你干什么事 还要我告诉你 现在你立刻去人事部 那位来了 那位是谁 是叶总 叶总 实在不好意思 我没想到你今天会来 说吧 怎么回事 我 我也不知道啊 王主任 到底怎么回事 此时一旁的王月早已呆若木鸡 能让魏总毕恭毕敬的人 用屁股想 都猜出来这个人是谁了 山京香格里拉最大股东 那个从未露面过的新任董事长 随后他赶忙一五一时地将事情说给魏家印听 魏总 事情经过你也知道了 该怎么做 不用我教你了吧 魏总 你找我 立马收拾东西 滚蛋 你被辞退了 辞退 辞退 为什么 王主任 立刻给刘帝华办理离职手续 是 等一下 王主任 烦请给他们都办理入职手续 好的 叶总 叶总 饶了我吧 我一时糊涂才会犯错 叶总 饶了我 请您一定要饶了我 是姜文小让你做的 叶总 都是我一时糊涂 饶了我吧 那你给我个理由 叶总 我上有老 下有小 要是没了这份工作 我就不能活了我 你有老人孩子 他们就没有了 你真要在公司待着也行 只要你做一件事 完成了 你就能留下 只要能让我留下 我什么都答应 从明天开始 你负责清理公司所有马桶 待遇与一般员工一样 但是只要有一个公司员工举报你 你就滚蛋 若半年无人举报 你就恢复身份 我愿意 叶总你放心 半年后 我一定脱胎换骨子回来 王主任 替他安排 好的 叶总 你们在香阁里拉好好干 等以后我把阿颖集团收购回来 你们还有机会回去 叶总为我 行了 这边事情办妥了 我还得赶着去送单子 客户等着呢 刚才叶总说什么 送什么单子 叶总是一名全职外卖牺手 他每天都要跑去送外卖单 小燕 这太阳打西扁出来了 你竟然肯请我来你家做客 我是晚辈 请您老人家 不是理所当然吗 得了 你别跟我打麻虎饮 就这一杯茶 就当请我了吗 说吧 什么事 那我也就不卖关子了 二爷爷 能跟我说说眼的是吗 好嘞 那我给你讲讲 就从他小时候穿开裆裤说起 你老别跟我开玩笑了 你知道我想知道的是什么 想知道江家家族的事 没错 那不成 江家有规矩 不能说 嗨 不能说就不能说呗 那我们还是从穿开裆裤说起 嘿 你小子 可以啊 随后 江二爷叙叙叨叨说了一通 几乎把江影的各种糗事都爆料得干净 可叶松听着听着 脸色阴沉起来 怎么样 精彩吧 确实精彩 行了 你小子就安分心 江家的事情你插手不了的 我知道 二爷你晓得不 我之前以为我住着价值亿万的别墅 开着价值博弈的豪车 拿着许多公司的股权 就能过上好日子 还觉着 也能给自己未来的女人过上好日子 可现在 他们这么对眼 我一定要让他们为他们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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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